噴出美麗彩虹 撒水車上路降溫 酷暑熱浪席捲中國大陸各地 北京從6月以來 氣溫有18天飆上攝氏 35度刷新記錄 夏天然後比較天氣熱 咱們然後自己帶點水 然後也不夠喝 然後花園裡面也有水 然後可以自己喝一下降減溫 5到10號華北 黃淮等地 出現持續性的高溫天氣 那麼這一輪的高溫天氣 總之來說表現出三大特點 一個的話就是持續時間比較長 前後將近一周的時間 此外的話高溫的強度 也是比較強的 像是在北京的東部 河北的南部 河南的北部 將會出現40度或者以上的 高溫天氣 氣象當局對全國發布 乘測預警 提醒民眾注意持續攝氏 40度左右的高溫 預計未來三天 西北 華北 華南地區 將持續大範圍高溫 除了冷氣熱賣 就連製冰場也是產能全開 每天的產能是50噸 每天就能把這個50噸給賣完 庫里的純冰也開始大量的 再往外出 現在就是消大於共 至於歐洲 義大利 也因設施36度高溫 發布了橙色警報 切上專家預估 來自非洲的高壓籠罩 將在一周內開始 而且威力會越來越強 對整個義大利半島帶來高溫 和高濕度 我們在山沙路 我們在山沙路上有水 但這個地址很漂亮 但熱水很乾淨 歐洲進入熱浪季 就連緯度在北一點的德國 氣象局也預估 熱烘烘的天氣 將會持續一陣子 來新聞 武貴正編譯